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然後清明姐一直問我說 她到底是來什麼時候要分享 她今天可不可以分享 她是第幾位我說 妳睡著的時候我又叫妳 她是等了好久她都沒有睡著喔 謝謝老師 還能天地 敬愛的老師晚安 敬愛的女演員長好 敬愛的參馬家人 以及全球的參馬家人 大家好 好 我之前分享過 就是我跟我先生圓滿的精神的姻緣 讓我今天分享別的 這件事呢 我也忘了很久 可是影院長提醒我 在我還沒有進超級深入之前 我已經進來三年八個月了 那在還沒有進來之前的一兩年前 我的機車呢 經常就是在半路上會拷牌 那我記得前系統的一個師姐 她介紹了一位機車行的老闆 她都會去幫我把車子拿口去修理 那後來進到超級深入完以後呢 我常常感恩我的機車 本來那個時候我是到處看機車 我想要換新的機車 可是進來以後 我常常感恩我的車子 進來內部車那個時候 當時已經16年 本來是要換車車 結果進來以後發現了 常常感恩當這個車子是越騎越順 竟然騎到今年滿20年 真的是很是我是捨不得換 後來因為火星塞壞了 火星在啟酒的這次會壞 然後有一次這個輪胎磨平 那個老闆就跟我說 老闆說你該換車子的 老闆說現在呢 你現在買車子是最好的時機 因為我們現在剩下幾部車子 現在政府要把這個機車換成那個 就是100cc的 本來是體型很小 只剩幾部而已 敗完就沒有 就換那個機車的 就是車身很大的車子 剩下 那現在優待1萬塊 看你要不要 然後我一天呢 我就想 哇還不優待1萬塊 然後我的舊機車呢 還可以補助5000塊 我就覺得非常棒 然後老闆就指給我看 他說這幾部 就像這部一樣 那有各種顏色 看你要哪一部 那我一看是顏色的 我就說好 那就這一部 那算一算呢 優待喔 就是優待1萬塊 加上政府補助5000塊 我只剩下4萬塊 然後我的機車 這部機車騎起來呢 真的感覺就是 法拉利的機車 非快的喔 覺得在我們馬路上 我飆得很快 本來是40分鐘 從我家騎機車 40分鐘到這裡 現在25分鐘就可以到 覺得騎得非常開心 這是很神奇的 我的機車竟然可以 可以騎了20年 另外一件就是 這輩子讓我最感動的 就是我進來超級生命 因為我女兒小時候 我女兒小時候被我打得很長 打到長大的時候 其實這個小孩子是很孝順 他當他畢業以後就去上班 他每個月都會把薪水的一部分 給我 其實他還是很孝順 但是他給我的時候 這個時候 因為火爆已經來 他每次給我錢都會罵我一頓 然後就是 他要什麼事情 他就是變成 好像他是媽媽 我是小媽媽 常常就是愛辣的 但我們知道 小孩子罵媽媽 罵父母是很不好的 所以他到後來就是 就是離婚的狀態 孩子還沒有生 就已經分開了 這件事情讓我傷心 傷心不已 那時候非常傷心 然後就在進來這幾年 就在去年 我非常的感動 就是在超級生命 因為我們的司法之後 去年 就是多年前 我的女婿又回來 我女婿回來 兩個人又結婚 然後這件事情 讓我真的非常感動 那 本來 那幾年 我真的是很難過 很傷心 想說 而且我女兒 他在上海 是在一家很大的狗狗公司 做的主管 他是上面很高級的主管 那也因為 因為他真的是常常罵我 那有時候在 在微信裡面 也都是 就是罵我都罵人不客氣 其實這樣我對他也不好 所以後來造成這個離婚的狀態 那進來 在他 在我女婿回家的時候 我很感動 真的很感動 那過年期間 我女婿他們 就是在家裡 那我就看著我女婿 每天晚上 因為那時候 疫情期間 我女兒跟我女婿 他們的工作 都可以在 就是在網路上上班 在網路上上班 那 我的女婿從外面回來 時間一到 我的孫女 他就 耳朵就很厲害 聽到那個大門 有一點聲音 他就想快跟出去 這小孩子已經三歲 就跟出去 跟出去 然後我女婿就把他抱在肩膀上 然後就這樣帶進來 然後 兩個人就是笑得好開心 我是非常的感動 那有時候我幫我 幫我孫女洗澡 我孫女又跟我說 他說 我不要給阿嬤洗頭 我要等爸爸洗頭 然後他爸爸回來 就幫他洗頭 然後兩個人就是 爸爸跟女兒就是 一邊洗頭 一邊笑 笑得很大聲 真的很感動 那後來 我女婿先回去大陸上班 那每天晚上都看了 我女婿就是在 跟我孫女視訊 跟她講故事 每天睡覺以前 都跟她講故事 那真的讓我非常的開心 很安心 如果我女婿沒有回來的話 現在大陸疫情這麼嚴重 他們在那邊上班 我女兒帶著我孫女 我真的會很擔心 所以 我這輩子真的是 最感恩 真的很感恩導師 感恩超級生命的系統 感恩宇宙天地 真的讓我收穫這麼大 來到這裡 這是我女婿回來這件事 是讓我最感動 最感恩的 那後來我問我女婿 我說你怎麼會想要回來 她說 我也不知道 有一天忽然間覺得 覺得就是 我女兒跟我孫女 你需要她照顧 所以她為了照顧他們了得 她願意改變自己 所以她就這樣回來 所以讓我很感動很感恩 謝謝 我是誰 你不可以回家 我對她的事 我可以回家 你不可以回家 我可以回家 我會回家 她的事 我會問我 你不可以回家